下面我们来讨论第一个话题 连日来 中共官员和官媒就动态清零 释放了不少矛盾信息 上个星期五我们看到 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 重申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但是同时又表示 将严格贯彻国务院久不准 严查过度防疫地方层层加码的问题 路透社11月2号 援引前中共卫健委高官的话说 中国防疫政策将在三五个月之内 发生重大变化 人民日报11月3号 在一篇文章中 抨击西方躺平 恐导致阳性患者面临长期的后遗症 同时又在另一篇报道中 借传染病专家之口 谈奥克密荣 并不可怕 很多可以不治自愈 此前震惊中外的富士康大逃亡 也图写了动态清零 难以为继的迥态 那么中国接连就动态清零 发出矛盾信息 是否显示中共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 正被迫考虑清零政策的退场机制 习近平能否放下身段 承认现实果断止损呢 好 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讨论这个问题 一位是美国之音 对不起啊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 张杰博士好 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 另外一位就是独立时评人 专栏作家张杰博士 张博士您好 我们看到习近平亲自领导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的这个动态清零运动呢 正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这个危机之中 越来越骑虎难下 难以为继 有评论人士就说 如果是现在的话 习近平可能非常后悔 把这三个亲自都揽到自己的头上 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动态清零的 目前的处境 有人说他已经步入 穷途末路 难以为继 您怎么看 习近平宣称中国的防疫抗疫 使他亲自领导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本意是给自己揽工 结果没想到动态清零 引出这么多麻烦 自己反而成了批病和责难的一个对象了 中国的动态清零有两个大问题 一个就是难以为继 另一个是骑虎难下 难以为继 就因为他付出的成本是越来越高 造成了次生灾害也越来越大 就越来越难以承受 你本来你实行动态清零是有一个前提的 这个前提就是病毒会自己消失 就像2003年的SARS病毒一样 可是偏偏这个新冠病毒它死不了 那你人类就必须不得不和他共存 因此你动态清零就没法持续 你不开放也得开放 不共存也得共存 动态清零你不放弃也得放弃 所以这是他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呢就是骑虎难下 进退两难 如果你放开了 没出什么事儿 没出什么问题 那病毒那果然就是个大好流感 新冠肺炎就是什么自现性的疾病 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 那你这么几年的动态清零 那就是胡折腾吧 那如果你放开了 确实就很多有些地方就爆发了 就有疫情大爆发 还死了一些人 那你说什么你原来的这个动态清零 你是做的无用功 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你无论出现哪一种状况 那对当局都对习近平 都是比较难堪的 所以这是中国动态清零 目前面临的这种这个窘境 窘境也的确呢 让许多这个西方观察人士 还有中国自己的这个听众民众呢 也感到不可理解 我们一位推友 他在这个我们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 发来的这个回应 这位推友呢叫张四凤 他说习帮主啊 一封控清零加骗术 就是要毁灭中国任何人 这个反抗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千秋万古执政 横行霸道全世界 那么胡先生 我跟进一个问题啊 我们这位推友呢 他好像认为呢 这个从科学角度上讲呢 不可思议 但是你要如果从政治意义上讲 可能就容易理解了 您怎么看 当然他这个动态清零确实有政治维稳 这个含义 但是毕竟你如果搞的时间太长了 对经济对民生对其他方面造成太大的损害 反过来对你这个政权稳定也会造成威胁 所以他这里有个时间的问题 这持续长了 那问题就会转化 好的 那么现在观察人士就认为呢 经济代价和社会矛盾的压力 已经让中共到了一个 几乎不堪承受的一个临界点 这个经济凋敝 民生困苦 我们自不代言了 最近内蒙 母亲跳楼 女儿声嘶力竭的这个呼喊 以及兰州一个三岁的小男孩死亡 疫情三年 就是他的一生 对不起啊 就是他的悲惨一生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遭遇呢 确实引起这个 引起社会的广泛 这个议论 让动态清零 以及中共呢 都承受了 无可挽回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 您如何评价习近平和官媒 有关动态清零 是经济和社会代价最小的这个说法 到这个时候 这种说法还能自远其说吗 这就是一句谎言 叫自欺欺人 大家都应该看得到 动态清零或者说封城清零 它本来又是反科学反人类的 并且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的浪费 制造了严重的这种赤身灾害 大家可以想象 你把整个城市的秩序 全部打乱了以后 经济怎么发展 我们看看上海 上海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引擎 但是封城以后 上海的经济一路下滑 几乎到了停滞的程度 我们再看看那些赤身灾害 那么多人 因为比如说患了癌症 患了疗毒症的患者 他们如何就医 最终的结果是他们悲惨的死去 还包括您刚才提到的 内蒙和三岁小孩的例子 这都是巨大的社会成本 如果放在美国会怎么样 如果说美国政府 让一部分或者很少一部分人 因为动态清零而死去 这就是政府在谋杀人民 所以他 甚至我说用经济学的成本 这个词 我觉得就已经有点 确实对人民不公 事实上就是一种犯罪 巨大的成本 那么我们来说 为什么会这样 实际上我觉得中共建政以来 就一直这样 包括三年大饥荒 他说是三年自然灾害 包括六四民族运动 说是那种暴政 因为极权社会的统治 它依靠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谎言 第二个是暴力 当欺骗不了你的时候 他就会采取铁腕 铁拳的方式来针对人民 所以人民只是一个放在嘴上的 一个漂亮的词 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到这种清零的成本 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抗 这就是中国正在觉醒 好的 那么一位叫令狐冲公的推友 发来这样的评论 他说一个逻辑必须要搞清楚 什么时候都是经济不重要 平民性命不重要 社会发展更不重要 掌握一言九鼎 生杀予夺的大权最重要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 大权有旁落的苗头 需要果断扭转 加强控制 朝鲜穷的啃土豆子 三将军不是照样过得很奢华 得意超过上帝 我们看到上个星期 震惊中外的富士康大逃亡事件 进一步凸显了 这个所谓动态清零的 叫难以为继 随着这个事件细节的不断披露 我们看到富士康大逃亡的复杂性 也在不断地显现出来 他好像不仅仅是富士康 三十多万年轻员工 因为抗议动态清零而出逃 其实像许多观察人士说的那样 更是因为这些男孩女孩 因官方长期动态清零的宣传 而对病毒产生了一种 非理性的恐慌 吓跑的 我来请教胡先生 您怎么看富士康大逃亡这件事呢 就是富士康大逃亡 主要还不是抗议动态清零 而是人们对病毒 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慌 而这就是因为当局长期以来 片面的宣传动态清零是多么必要 大力渲染外国 因为采取的放开躺平的做法 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你看就连周小平都在抱怨 周小平都在说官方的宣传 是随便造谣 你说国外失衡电影 医疗崩溃 后遗症爆棚 这都是撒谎嘛 那结果呢很多老外星信进去了 那一谈起病毒就谈呼色变 就失去了理性思考和理性行动的能力 所以现在问题我们看到就是 全世界的人都不怕感染 只有中国人还在怕感染 那你中国搞的一个动态清零呢 你是把力量用出了地方 动态清零它是全力以赴的防止感染 可是新冠病毒 尤其是这个奥米克戎 传染力超强 你防不胜防 但是它的重病率很低 致死率更低 所以呢 你本来是应该把力量 不要把力量都花在 严防死守防止感染上 因为防不胜防 你防也防不住 你应该把力量放在 怎么样防止重症 减少死防上 你现在中国尤其 成了一个免疫的挖地 人心又像 就像富士康这些员工一样 他们一谈到 一谈看到哪有阳性了 哪有感染了 就恍恍不可终日 这么一来 就算当局明天要改变政策了 那一旦改变政策 还是有某种放开的措施 免不了会有些地方出现疫情爆发 出现死些人 哪怕你爆发的规模很小 死的人也很少 但是大家很多人有这种恐慌的心理 那马上这恐慌心理就会反映出来 那就搞得很混乱 那你想放开也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真是摆在当局 也是下一步中国要怎么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 好的 那么胡先生跟进一个问题 这个提到富士康 富士康的抗疫防疫 没有停产 并且可以被当局允许 他在自己场序内 来自己来防疫 然后呢 也有评论师看出来呢 他采取的其实就是许多国外比较开明的 这样一种防疫措施 不是说像中国那样严苛的动态清零 那么为什么富士康可以这样做呢 当然我想其实在强迫各个地方的做法还是不完全一样的 那有些地方呢 他就会更重视你要尽可能的保持生活和经济的这种常态 不要被打断的阻止的那么严重 所以就采取了一些像富士康方面采取的这么类似的措施 这次只不过因为有30万人打逃亡 使我们注意到富士康的问题 其实这一类的做法我想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的 另外观察人士也看出来 富士康太大 大到不能倒 大到不能停产 这样一个 现在看这个苹果 因为富士康的减产 苹果受到很大的影响 正在考虑把供应链转移到国外 恐怕这个是中国当局呢 不堪承担的一个经济负担 那么富士康的经济价值就造成了 他已经成为中国严克的动态清零政策之下的 第一个实行相对宽松防疫措施的例外 但是这种相对的宽松 相对理性的防疫措施 却吓跑了长期被动态清零洗脑的孩子们 酿成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逃亡事件 我来请教张博士 有人说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富士康大逃亡都证明了动态清零政策的破产 国家从经济上和社会代价方面都已经无力负担了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 这个叫中国的一句俗话叫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因为你动态清零长期的洗脑 所以让很多中国人非常的害怕 就和胡平老师刚才说的一样 他们仓皇而逃 完全没有必要 一个大号的流感 你在家里休息几天不就康复了吗 这是他们洗脑宣传所致 但是这孩子们跑出去以后又麻烦了 因为你一跑就带有一种冲破围堵 这就起到一种谷物作用 类似于像彭丽花在四棚桥上整壁一户一样 于是就采取了一个演了一场戏 就在沿途提供水 又派公交车去接送他们等等 但是这样一来又带来一个问题 因为这些人跑出去以后 病毒就会传染 这又麻烦了 于是又派军车 所以整个就是一个疫情的乱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他们就想带来一种进退失去 如果你放松管制 那么习近平这个动态心灵就破产了 这个就最终被迫去抄西方的作业 东升西降也就玩不转了 但是你不管 你这样都跑了 他这个富士康案和外资企业也受不了 他也要走 他如果走了以后 中国经济怎么办 中国经济本来就已经经济凋敝 失业率大幅上升 同时带来的就是 后续房地产等等爆雷都还等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共产党就感 中国政府感觉到不知道如何处理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这一场戏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好的 那么这也是刚才胡先生说的 就是章博士说进退失去 胡先生说进退两难 的确这个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是骑虎难下 为什么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呢 我们一位推友 他叫G at CM910 这位推友说 这得问他们 是他们要这样搞的 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 有理由的 那么张博士 我跟进一个问题 您怎么回应我们这位推友的这个问题 你得问他们 为什么中国 中共 中共高层 特别习近平 他要这么搞呢 这是为什么 这个是很多朋友们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这个网友问得很好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要管控人民 要将中国带回北韩 其实还有一个隐含的目的 也就是为即将到来的 攻打台湾要做准备 所以说这是一盘棋 它里面有明棋 也有暗棋 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的 您这是从政治 完全从政治这个角度 那么有没有科学的依据 比如我们还有一位推友 叫狗蛋 狗蛋这位推友说 没有疫苗怎么开放呢 继续清零吧 张博士我继续请教 这里有没有疫苗不可靠 这样一个问题呢 应该是存在的 因为中国的疫苗 在之初就已经反映出 它整个的有效率只有50% 特别对于奥米克隆 还有没有一种很有效的阻拦 或者说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它又不愿意领进西方美国 德国的一种先进的疫苗 因为这个技术它不是一代技术 中国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技术 所以说它就感觉到非常的围栏 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 就在这中间的摇摆 政策也在摇摆 好的 这里的确 这种进退失据 进退两难呢 其实有政治原因 还有呢 就是这个科学上 也有这样一个 这个进退两难的这样一个理由 这样一个根据 我们看到这个三年的动态清零呢 让中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大之后 中国官员和媒体呢 经常释放出一些 看似矛盾的言论和说法 观察人士认为 这似乎就显示 中共高层呢 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 正在被迫考虑和寻找 一个清零政策的最佳时机和退场机制 胡先生 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这种判断 我同意这种判断 我同意中共 确实正在考虑和寻求退场机制和时机 那我想其实他们早就在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也知道啊 既然新冠病毒死不了 人类必须得和它共存 那么当然你就要考虑怎么样退场 在什么时候退场这个问题了 只因为有个二十大 习近平想在二十大三连任 他就需要拿出一份防治疫情的漂亮的成绩单 因此在二十大庇母之前 他绝不允许在疫情问题上出现任何状况 所以动态清零不管有多少问题 也得硬着头皮搞下去 那现在你二十大都开完了呀 你习近平已经三连任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你就可以 你原来的担心已经不存在了 因此你就可以和过去不一样 就以一种比较务实的态度 来考虑怎么样调整防疫措施了 所以这就是二十大之后 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共的一些官员和媒体 都放出一些看上去很矛盾的一些言论 一些说法 那就从侧面说明了 确实当局正在考虑怎么样 就非常机智 和什么时候退场的一个大当的时机 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好的 我们一位刘先生 现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的评论进来了 我们一位刘先生 他问嘉宾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这两天A股和横指大涨 消息面传出 说资金面配合国内 说服中央放松动态清零 但官方人民日报今天又放出 会继续动态清零 这样矛盾的信息怎么看 胡先生 我认为这有两条 第一条在上征内部 确实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会有相反的不同的信号方式 另一方面呢 当局就算是会放弃动态清零的做法 改而采取其他的办法 他也未必会放弃动态清零这个口号 他可以在口号不变的情况之下 在具体做法上有很大的调整和改变 换句话说 他可以对动态清零做一些别样的解释 以至于和原来的做法变得很不一样 这样子呢 就是显不出来他原来的做法的荒谬 也显不出来他在纠正前阶段的做法 看上去好像他还是一贯的 所以我想 那这些股市的上涨 那肯定就看到了 知道你当时尽管你说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实际上你是在做改变 而且你肯定还会继续改变下去 对这点多少抱有一些信心 所以他们在股市上 才会出现我们看到的那种反应 好的的确呢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动向 就是说中国媒体呢 也发出这样的信息 就是说呢 现在奥克密荣正在越来越像温和的 这个状态下变异 不断地变异 但是呢 中国还需要一个最好的时机 就是说呢 等这个动态清零 不 等这个奥克密荣这个病毒 变得进一步温和的时候 然后果断地抓住这个时机 宣布动态清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就是说呢 中共结束动态清零 也是要在动态清零取得伟大 胜利的情况下 结束的 但是中国的困境在于呢 习近平他愿意不愿意 在事实面前低头 愿意不愿意 服软认输 因为这毕竟涉及到太多的东西 中国摩世啊 战狼外交啊 东升西降啊 太多太多的问题 我来请教张博士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习近平他有没有勇气 以国家利益为重 勇于担当 果断止损呢 看他十年的执政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习近平上台以来 从来就没有说 以人民利益为重 人民只是挂在嘴上的一个词 真正他要干什么呢 很简单 他就是要保中共永久执政 要保自己能够稳步地坐稳荣椅 这就是他的目的 所以一切都是要放在这个角度上来看 他进行动态清零 也是为了维护中共的长久执政 而不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 也不是什么人民至上 否则他就不会去折腾人民了 同时我也同意 刚才这个胡平老师的观点 在如果目前民怨太大 反抗声音太大 群体事件频发的情况下 他也会进行一定的调整 但是我也提醒观众朋友们 他也跟人民没关系 他也跟国家利益没有关系 也只是说 不能动摇中共的统治 不能动摇他手中的权力 所以我觉得在今后 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 但是调整归调整 嘴上这个东西是不变的 也就是动态清零不动摇 或者我们少提 但是私下进行一些调整 就好比说换一种说法吧 我们说中国是民主 我们说民主吧 中国有民主啊 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说 中国全过程民主 还可以说 它远远比西方民主 更加民主 这就是中国的语言 好的 那么现在一位叫Boston Boy 这位推友 他发来这样的评论 他说习近平为什么要止损呢 连续清零五年之后 私有企业死光光 但凡能活下来的私企 都是优良资产 国企全部低价收购 这正是中国政府希望看到的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这位推友 他这个评论不但涉及到我们第一个话题 而且涉及到我们后半场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国企全部低价收购 这正是中国政府希望看到的 当然 这是我们这位推友的看法 另外一位叫Better Life Sin 这位推友他说 他不认为习近平会止损 为什么呢 他说你高估了小学学生的水平 他可能不知道止损是什么 另外我们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聊天室里的评论也进来 我给大家选读 一位叫Averlin Klein 这位网友说 这位这个观众说 付出巨大的成本 获得的收益 基本为零 一路一通瞎折腾 部分地区的防疫 甚至成为了玩弄政治的工具 另外叫Zura True 他说习近平的思维 停留在他文革的青春岁月 他要把他怀念的文革岁月 复制到现在的人民 中国人民身上 他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身上恢复 他逝去的文革青春 而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 另外蓝花花 他说按照习近平登基这十年的调性 这个被称之为北京一男子的人 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 给人一种摸不透的感觉 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尽管 深受动态清零政策的灾难 怨声载道 却丝毫也不能打动北京一男子 那铁石心肠 所以说习近平不是中国人民愿意选择出来的 好的我们现在还剩下不多的时间 给前半场 我们请两位嘉宾简单的回应一下 我们观众还有推友们的评论好吗 首先胡先生 我觉得简单的说 动态清零这件事情 它随着时间的流逝 随着事情的发展 它前后的性质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此在一个时间之内 坚持动态清零 习近平会认为对他的统治 对他权力很有好处 但是如果超过了那个时间点 还要这么做 那对他统治就未必有好处 所以因此他也有这个可能性 对动态清零做一种调整 好的张博士 铁石心肠确实存在 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 为什么要反人类呢 文革思维也存在 但是根本的一条 他就是要保共产党执政 要保自己手中的权利 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先生 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 另外呢这样吧 我们现在评论进来 大批的进来 我看现在呢 我再给抓紧时间 给大家选读两条 然后我们结束上半场的讨论好吗 这位叫Avery 不对 这叫Avery Kue 他说想起人民公社时期的 供销社售货员的生冷 而钻横的嘴脸太可怕了 某些防疫人员就是那副嘴脸 绿营大佬沈富雄 几十亿人一次次做核酸的经费和资源 太多 无用功 全投入在患者上不是更好 而且还不受冲击 另外 这个Demon 他说三年的世界疫情早已积累 多少面对病毒的这个方法 只是不断地洗脑民众 早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好 感谢这个听众 观众和网友们的评论 我们也感谢胡平先生 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 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不代表美国之音